大家早上好 张大哥劲爆分享 今天要分享的是 2022年最后一天的 报章年合早报的主要新闻 我们拿一两只新闻来分享 告别2022 在这最后一天 我们看到早报的封面 最上页就是 挥别2022告别比例 作为这个封面的图片 个人感觉是蛮好的 其实如果你要回顾2022年 我们可以用多灾多难 来形容整个世界 相比之下新加坡 也在这个官兵疫情当中 面对许多的困难 但是目前的形势是趋缓 然后我们也开始 在明年 听说政府要大力的推动 这个追加剂的借重计划 我在我的影片里面 也一直强调 希望我们的老人家 都能够积极的去接种疫苗 相比之下 接种疫苗的风险 是少过你确诊的风险 患重病的风险 所以我扑口婆心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 响应这个借重计划 那我们在这里 知道大家在借重疫苗当中 有些人是感觉到不妥当 身体感觉到不适 我们也希望你自己要小心 要谨慎 像双管齐下 除了接种疫苗的同时 你为了怕这个副作用 你或许也需要一些 中药 需要来调试 可以询问你的医生 那今天的这个 早报的封面 这张图片真的很漂亮 我自己很欣赏 就是比利张开他的双手 背后是他剃球的那个 英姿 在挥别2022年之期 国际祖坛也向一位世界巨星道别 受结肠癌困扰的巴西求王比利 在本地时间12月30日凌晨 因癌症引发的器官衰血 以四肠池 终年82岁 巴西举国为比利哀悼三天 各界也纷纷发生 调念这位超级球星 比利是唯一层三夺世界杯 足球赛冠军的球员 这个是他立下的这个荣誉 没有人能够超越 接下来就是看其他的这些球星 像梅西 有没有这个机会 好像没有其他的球员有两次 可能那个巴西的球员 泪马是不是也有这个机会多得三界 就要看接下来的人 无论如何他是首位 他是首位 所以是值得大家尊重的 比利的医生我也在我的影片当中有介绍 大家可以看 所以今天的早报的新闻 这个封面是蛮 虽然我刚才说讲 整个世界是多灾多难 因为冠冰疫情 因为乌克兰 俄罗斯战争 因为欧盟跟 俄罗斯的对抗 因为中国台湾台海局势的那个紧张 这一些都是 如果你把这些照片放在封面 反而是太过自戒了 你明白吗 那用比例这张照片 黑色的一个封面的背景 其实蛮好的 也有一种 告诉你 过去的一年 我们要哀悼 的确要哀悼 许多病患者 许多在战争受苦受难的 也包括一些难民 他们逃离这些强权的必泊 在汪洋大海中遗难 也包括一些灾难性的水灾 火山爆发 房屋倒塌 这一切的事情 用这个比例的这个告别的新闻作为一个封面 我觉得很有意思 现在连他早报就蛮有心意的 该称赞 我该要称赞 然后下面有一个重要的新闻 就是添加水位感应器 改善排水设施 公用局多管旗下加强防洪能力 我念一下他的内容 就是公用局今年在全国多处 包括加冷河白沙公园附近的阿比阿比河和五级八度 勾取安装了多400个水位感应器 多啊 之前已经有了 以加强防洪的能力 此外 当局也完成多项改善排水功能 及电高道路的工程 成功将液淹水地区从1970年代的3200公顷减少到30公顷 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也感觉到他们真的用心完成这个工作 像公用局表示战散 其实新加坡是一个海岛 我们很担心 因为气候的变化造成效应 然后使到我们的海水的水位会提升 特别新加坡四周 现在政府大力的想办法加强这个防洪 另外一方面就是个人告诉大家 你要居住 你未来如果要选择居住的地方 应该向高处仰望 高处行 高处选择 是很重要的 其实五级八度本身也是属于高 八度 是一个山丘 就是山的意思 所以凡是不吉不吉的你住都不担心的 我们这种北部的 当然我住在乌兰也是属于高地的 沿海的地方过去 我们过去那个时代 住在海边很好 大家还记得那时候还没有填海 还没有marine parade的时候的东海岸 那时候我小时候住在那边都是比较有钱人 比较好 比较公寓室 洋房 大家很 可以很骄傲 因为你的后花园外面就是海边 后来填海 那些就变成不靠海了 就好像那边有一个公园 我每次 葛东公园 不懂你们还在 小时候我就在那边 年轻的时候就在那边 葛东公园 现在已经填到marine parade去了 就算是填海marine parade 其实这一些族物他们未来政府也替他们担心了 就是要加强防洪的能力 太过靠近海边其实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个人觉得因为其实不是因为我没有住海边 我就吃不到葡萄塑葡萄酸 因为从前张大姐也跟我讲说住在海边 那个海风虽然很凉但是很咸 你的家里的铁具的家具或者是用具会很容易的生锈 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 如果是的话 未来你真的住在海边 不是最好的选择 大家要从这个看到公用局 他们现在在那些地方努力 有没有别的 他说 坐落在占地十公顷的 Bindadari公园的阿卡福湖 除了是储水池 可在大雨期间容纳暴雨 静流也是具有梯田市地和瀑布小溪等特征的休闲空间为本地首创 哇我的女儿住的地方 现在今天看到的这个图片就是坐落占地十公顷的Bindadari公园的阿卡福湖 预计明年下半年进宫 预计明年下半年进宫 到时其实是一个储水汽来的 是不错这种设计这种构思 可以在大雨期间容纳暴雨静流也是具有梯田市地和瀑布小溪等特征的休闲空间为本地首创 张大姐好漂亮 今天看到的这个 将来孩子们Bindadari公园的那个湖 他们做一个人工湖就是储水的 应该是在乌厘那边还是做得到 OK今天的报纸就是主要还有一个新闻是 牛车水年货市场竞标结果 池公布部分摊贩转向店家租摊位 美食房迟迟未有动静 我是觉得牛车水这个不懂 今年他们听说那个灯饰做得很漂亮 每一年都被人家闲 被人家怨被人家嘲讽 今年是不错那个灯饰 还是有人讲 还是有人讲 那些肚子好像什么 兔子一只尊的那样子好像在小病 他们说那个兔子画起来好像在小姐 小姐要尿尿 不懂我觉得他的那个筹委组织 筹委会组织好像不得人心 而且做事情的能力真的有待加强 你看现在牛车水年货市场和美食方预定 本星期天开罗 但竞标结果星期四晚上才出炉 一些摊贩等不及已经转向商店 租下摊位 你逆中的美食方也迟迟没有动静 这真的是很败笔 为什么不该提早做呢 为什么东西不要提早做呢 又不是说有什么大事情 又不是我们阻断措施已经开放了 人都在走动牛车水了 你这个主办当局真的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心里在做什么 租金什么了 或许都是了我也不懂 庄大姐问我是不是租金高 你问他们了 你看主办方借稿前没有回复 向主方方询问有关美食方的详情 借稿时人未受到答复 真的是今天的报纸早上还没有答复 他说来临的牛车水年 或是想将调整竞标安排 不再由业者一一竞标各个摊位 而是分成两大区 Smith Street一带的两个摊位和 登坡区的36个摊位 既中标者要包下整区的所有摊位 你这样不是把那个摊位的租金 经过这种大集团的投标 然后他们在转租 听说那两个摊位是卖烧纳的已经成功 那两个摊位你租两个摊位是 不是很大的事情 要乘租36个摊位的那一个业主 那个中介应该是 承包商好不好这样讲 他才要去一一的转租给别人 现在几时了要过年了 多三个礼拜了 有没有搞错做事情真的是 看这种新闻你都想这个牛车水 这个商联会我跟你讲 应该不让他们拥有这个权利 政府应该直接进入借管 就好像借管体育城这样 借管自己来了政府 真的不然找一个部门来解决 我们有旅游部吗 旅游局跟旅游局有关系的 来解决这个 这个是因为这个本身的摆设 不只是为了牛车水的决方 是为了整个广大新加坡的老百姓 其实各个种族的人都喜欢去牛车水 你现在去那边没有东西 你知道吗 你没有摆设就是 就是原有的那些 当然是不足够了 真的很糟糕 你看我们北部的巴萨玛拉 我都要称赞 那个所谓的 成猪的那个业主 他在 20 就是在新年之前 圣诞节之前 他们已经开始了 已经卖了 马来美食 华人美食 印度美食 还有那些摊位都在那边摆 踏膨胀 放地毯 还有歌 歌台 舞台 然后还有座位 整个Christmas一过 他们休息一个礼拜后 现在又再重新开始 就是没有猜 乌兰的这个夜市 多么厉害 多么本事 这么聪明的人 你看 他宁可 花钱租 不懂要不要给钱 我不知道 他跟谁租我也不知道 是这种人就有能力 他做好了 现在Christmas 完了 Chinese New Year来 那些卖马来美食的还在 那些卖华人美食 印度美食的都在 那增加一些 适合新年的 比如说那些 那个花园 那个盆栽的 那个什么 landscape的 他们就有很多 农历新年的那些 花盆栽啊 这些售卖 然后另外一边都是 新年的 吉祥物 红包啦 那个所有的 饰品都在那边 很困难吗 人家就做好他了 所以我们北部的人 要过年 要买东西 要买新年用品 喜欢去抽热闹 就是去Cosway Boy 旁边的那个空地 多开心 多好 你一个牛车水 公认的 全部 新加坡人 都会想办法去的 你现在到现在 已经 没有办法 而且我昨天看新闻 他们说自己 他们还要自己 踏建那个 就是那个 承包三十六摊的 那个人啊 他要踏建 这一个 三十六个店 面 然后 才转租给别人 现在 现在距离 农历新天 只剩下三个礼拜啊 你 如果那个 承租的人 标道的人 突然之间他反悔呢 不是整个牛车场 牛车场没有 牛车水没有这个 新年 摊位了吗 额外的新年摊位吗 真的是 哎哟 我这里讲 看到这种 他那个是 是啦 每一年就剩所谓的 他的商联会 我的印象中 他的商联会很恐怖的 他有一次 他本把 他把那个 美食街的那个水工啊 把它切掉 让他们整个美食街 没有水 跟我几年前的事 后面之前的事 我 我记得新闻有这样报过 可以去找 牛车水 节庆 筹委会 联合主席 回答媒体询问说 向来被视为 旺滩的史密斯街 两个滩位 是牛车水 广州拉位滩主 标的 那个没问题 那 登婆罗的三十个滩位 就有另外一个 承包商 标的 所以 他透露 他以 就是那个 史密斯街的 牛车水 史密斯街 那两个 拉位的 是以一万三千 标下两个滩位 标价比往年低了四五千 所以他应该 他已经在摆了 所以应该敢 他可以应付的来 他会在对面的 他会售卖 拉位 他自己本身 会售卖进口的果冻 和 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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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 就是台湾了 每一次农历新年 这些果冻 台湾的果冻 大家抢着买的 他说 来得及进货吗 那个 两个摊主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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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家就说 已经向婆罗 追附近的店家租了两个摊位 本来就打算在年货市场期间在那里 卖果冻和马吉 因此 一个月前就订了三四集装箱的货 现在 订肯定 来不及了 我们会另外两个 另外从两个摊位调货过来买 他至少聪明 他就是不可以肯定他标到这两个位之前 他在那边 他就在周遭的这些 他们好像有些店铺可以外面可以分租给别人 他就已经定了两个位了 所以他或照样进 因为他肯定有地方摆 你明白吗 这是这个聪明的桌 但是他只要 他只标这两个位 他还能够应付 那个标三十个位的 我们拭目以待 我看他们现在 可能在最后一个礼拜才卖了 到时你要调高租金 租户也未必要给你租金 因为通常你 新年前的大概一两个 大概十天前 就开始陆续有人去抢购了 所以我不知道了 所以另外一个标到摊位的 他标到的是奥奇大下旁的事迹 负责人说摊位的帐篷和电力供应 这几天会准备好 可以在1月1日如期开始 讲是这样讲 针对摊位租金 他没有透露详情 只说会是摊主负担得起的价格 我最讨厌这种话 负担得起 也会和周边摊位的租金不相上下 摊位会不会全租出去 这个我真不知道 但我们会经历 你看他租了30个摊位 他自己都没有办法 如果他 你想想做生意 在上原商 如果他30个摊位 他只有办法肯定有把握 租出去20个摊位 另外10个空着 通常他就便宜租了 通常好的地方 当然是租金比较高 那些靠近另外一边 那个North Bridge South Bridge 那边的 那个印度庙那边的摊位 通常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每一年那边 反而我很喜欢过去看 所以我不知道 他到底来得及吗 就是因为他们改变这个策略 竞标的方法 是对丑委会来讲 是省了很多麻烦 但是他面对的风险 就是那个陈珠 30个摊位的那一个承包商 他绝对不可以有什么变过 其实我觉得 这个丑委会 这些年来一直 让人家有很多的惊喜 真的有关当局 应该有关部门 有关政府 有关什么都好 应该想办法 不要让他们处理 就好像我们 你竟然要揭露 就一样的吗 好像提一层 你觉得做到不好 不要给他们做 自己做 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觉得牛车水很重要 这个做不好 不是影响牛车水而已 是影响整个新加坡人过年的 真的 你去牛车水 为什么没有特别的摊位 你宣传出去 让其他国家的人看的都觉得笑话 意思是说你没有那个筹委会 你根本没有每一年都是有出锤的地方 这个是应该要去处理的 然后接下来就谈说下周二新春亮灯 下周二就新春亮灯 下周二是几时 下周二就是牛车水星期五 下周二就1月3号就亮灯了 1月3号亮灯就是那个年货市场开张的时候 你说这些摊位能够如期吗 真的希望他们做得到 我看那个兔子还好啦 张大姐讲说尿尿没有 人家讲的不是我讲 没有 全部站起来 没有 因为他的兔子的腿是站住 是有点弯的 他从背后看好像好像在头小背 这种也是很可怜的 我倒不觉得不好看 蛮好看的 而且今天写字也不会写错了 恭喜发财大吉大利 不会那种鼓鼓怪怪的事情 不是我讲的 ok啦 anyway 真的是 他们现在 他们昨天都还没有大膨胀 根据所讲 昨天是30号 今天31号 然后二号要亮灯了 你说他们来得及大吗 大了来得及近 那些摊位租出去 难得及卖吗 真的不知道 顺便也有讲 今年2023年跨年的烟花地点 就是今晚 好了好了 顺便报告一下 很多地方 没有误览 绑额 绑额 中和社区中心 下午3点到凌晨1点 电影放映 现场表演 冲气城堡 绑额水稻公园 这一代 然后 淡边尼天地 早上 晚上10点半到凌晨12点半 1月1号 2号 也是有 杂技表演 电子卡丁车 儿童 游泳 淡边尼天地 然后麦布森民众俱乐部 对面的广场也有 然后还有哪里 冰海 那个是最多的 冰海湾周围 最大的 今天下午5点到凌晨 烟花音乐剧 售票的 还要售票 Let's celebrate 2023 要售票 我张大哥 我在家里看国际的跨年晚会 我去看纽约的 看台湾的 看中国的 看澳洲的 一架电视机在前面就可以了 冰海湾 然后 文理方215座主屋旁也有 还有 疾风民众俱乐部 蔡处港四道第309 北部没有 北部的人今年可怜 没有东西 北部的人真的没有 这个是地图来的 他画的 找报灯的 没有错了 所以 没有就没有了 不要强求 没有 没有你就怎样 然后 里面也有讲到 我们会说到 这个水电的 回扣这些 我昨天在我的影片里面有讲了 所以 报纸大概还有什么 我看一下 什么 哎呀 讲鸡蛋 没有 没有去管他 ok 没有看到什么 好 这个中国冠病病例 中国冠病病例急增欧美考虑扩大检测 他们现在是担心 力求尽早发现变种毒株 就是到底中国的这个变种毒株 根据我昨天的影片有讲 中国 当局是说是奥米克隆 但是 各国对这个看法 保留了 所以他们现在要扩大 冠病检测范围 以便更快检测出变异毒株 所以 指中国冠病病病例急增 欧盟应该考虑励 励志扩大冠病感染者的 基因 基因组测序 和兼毒废水 包括机场的废水 以尽早发现任何可能出现的 新变种毒株 这个事 哎呀 我也不知道 总之 现在大家又好像 奴隆大敌要来 这样 大家真的要小心 然后 我也看到我们本地新闻说 不是今天的新闻 说 现在从中国已经有 有旅客入境了 也发现有感染的病例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 不要受这个影响太大 大家好好过年 也希望中国能够 度过这个疫情 因为中国 中国的确是 不容易了 它是 它会影响全世界了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然后 当然报纸里面有精彩的 就是比利 关于比利球 球王的这个 昨天我已经 在我的影片里面有讲 所以 就不再提了 好 今天 找报 的头版 就是这样 所以跟大家说 谢谢 谢谢 你们 现在我们真的有 去牛车水 就看看那些摊位有没有塌起来 然后那些摊放 卖东西 卖东西 我们就有 有过去就随便 不要说随便 可以专门去买 去买 特别是除夕的时候 他们会卖的便宜 大家 过年 到少买一点那些糖果 果冻 肉干 都可以去帮忙 高官一下 所以 预祝大家 2022年 不管你过得如何 大家就要 感谢自己还活着 然后进入2023年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张大哥直播世界 正是从 这个YouTube 也开始积极的向抖音发展 然后未来日子 在各个话题 各个课题 我们尽量做出 更好的节目给大家 在这里我也 再一次的公布一下 因为我看到有改变了 有人写出那个问卷 在这里报告一下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参与 这个问卷 去我的张大哥直播世界的 这个YouTube 里面的社区 有两个问卷的题目 麻烦你投票 谢谢 感谢网友过去一年支持 张大哥直播世界 请问你对频道 2022年所呈现的影片 满意吗 这边是 我对张大哥直播世界 频道所呈现的影片 非常满意 有哦 本来没有的 非常满意 你看我都笑得很开心 没有办法 我自己放我自己 不知道大家要投什么 已经 那天8票 昨天8票 现在15票 非常满意 有20% 28,15票 大概有三位 感谢 感谢 很满意 60% 很感动 就是有 78票 加起来 80% 就8票 加4票 有12票 是非常满意 很满意 谢谢 不满意 0 非常不满意 0 真的感谢大家 我真的要痛苦流 当然 随时会 只要有一个人看到 他可以不满意 我也是要 承受这种批评 我 看来还不错 让我有一个 其实对过去的这一年 所做的 当然 投票率 投票数还不够 才15票 通常我的投票 可以达到四五张 四五十张票的 所以 麻烦大家去YouTube 社区里面 投 非常满意 或很满意 如果你要投不满意 也可以 要投非常不满意 也可以 我必须要这样讲 没有意见的 不厌之评的20% 这个20%应该是倾向不满意吗 可能给我一点面子 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一个自己要努力 让他们 他没有意见 不厌之评 不知道 那就 就当成是这样了 但是我自己要知道说 可能 以后要 怎样的吸引他 愿意表示意见 另外一个课题是 感谢网友过去一年支持张大哥直播世界 请问2023年 你希望频道呈现什么内容的影片 我希望张大哥直播世界 频道明年的影片内容是 有11票 没有这么多 但是 就是一样了 我国政治性政党政策选举课题 55% 我国社会性生活性的民生课题 36% 加起来 91% 就是 我国政治 政党 社会新闻 生活新闻 然后 国际如大 中国 台湾 美国 俄罗斯 乌克兰的新闻 9% 其实我也知道了 包括国际新闻通常 看的人少 但是我觉得 因为 张大哥直播世界 既然是世界 我多少也要 评论一点 有些人还是喜欢听的 大马的 中国的 台湾 美国的 俄罗斯 乌克兰战争的这些事情 就比较有点失望 搞笑 幽默 透口秀 跟综艺性的励志节目 很零八千 没有人欣赏 我就个人很喜欢这方面 看来我这个人还是比较 我是属于严肃的人 我不搞笑 其他宗教 信仰灵异或罪犯事件等话题 如果你投票 你也告诉我 你要哪一方面 零八千 没有人投票 我个人 大家知道 张大哥直播世界 有这个 有这个经历鬼的影片 故事 经历的 我要经历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不要讲鬼故事是经历的 所以 其实也 这些 没有经历就没有得讲 就是这样 当然也不希望有得讲 就是过去讲过的 可能就 一直炒冷饭 不好意思 但是用我的影片的那种 特技的效果 增加了 增加 好像那时候我在坟场的 当年加德式的在 蔡出港那个坟场 我也找出一些影片 图片 来加强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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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的那种 可怕的那种 感觉 然后宗教信仰 大家也知道了 我有一些福音频道 其实我自己 有另外一个福音频道 那边 我还是继续的 会去努力的 如果你想了解 是被动性的 被动性的 是说 我不会主 我放在这里 你要看你就去看 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我在这里 也要跟大家讲 我是提倡 卖花栈花香 大家有自己的信仰 我最近发现 有些人一直在给我一些 宗教性的影片 没有 没有必要 因为那个宗教性的影片 其实是 是告诉我说 你的不对 我的才对 你的不好 我的才好 我觉得不要再发这些影片了 我那个发影片的 我已经检举他了 因为我已经劝过他很多次了 他还是不听 一直要告诉我说 你看 你的信仰 你听我的信仰 我们不要这样了 你称赞你自己 你不要 你放在你那边 如果我要看 我自己去看 你明白吗 这个是我的立场 好不好 我不会强迫大家看 对不对 我不可能在 比如说我现在做直播 我讲这个社会课题 我不会突然之间后面放一个 告诉你 信耶稣很好 你必须信耶稣 我不做这种事了 但是在我的网站里面 在我的网页频道里面 有我的信仰的那一块 我照样放 那我也感谢很多 很多网友很支持 但是当他们需要 比如说他们需要祷告的时候 他们也不介意 让我为他祷告 我也得到他们的批准 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 互相尊重 不要尝试 改变我的信仰 你改变得到我 不会改变得到的 因为那个是我 永远不会改变的 就是整个世界末日 我还是相信我自己的信仰 这是很重要 彼此尊重好不好 我在这里真的不突不快 一直给我那些影片 然后他自以为 那个讲解的人自以为他懂 他以为他懂我们的信仰 我都不敢讲我懂我的信仰 我也不懂别人的信仰 因为都是有专业 如果你说一个和善 一个尼姑 一个修女 天主教基督教 很多人也搞不清 就自以为是这样 所以不要啦 Please啦 不要在宗教上 干扰到我好不好 所以就算你是我的网友 我认识的 如果你做这种事情 我就是把你的影片全举掉 我不喜欢这样 因为你是宣传的 向我宣传的 不对啦 我不做这种事 我也没有向你们宣传 我没有把这些 我信仰的影片 放在你们每个人自己的 我可以传给你们每个人 我都不做这样的事 明白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互相尊重啦 新加坡就是这样很好 每个自己有自己的店 我把它形容是自己各自的店 各自的庙啦 教会啦 教会啦 教堂啦 各种各个信仰啦 你要去哪里你就去咯 没有人去逼你 不会去外面拉人 而且我甚至也不批判别人好还是不好 我只讲我自己的好 明白吗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 如果我要在直播世界 跟老百姓在一起 然后我又有那种企图心 不要 我的企图心是被动式的 不是主动式的 如果你要你来 当然我有那一块 宗教信仰的那一个部分 你想认识 你进去看 那不是很好咯 所以在此的告诉 特别是那位网友啦 我对他很失望 没办法啦 跟我来这样的影片 我看到五分钟之后 我整个脸色都变了 因为他那一个讲解的人 我四个字所讲 胡说八道 对我的信仰不是对他的信仰 对他的信仰我不敢批评 他要尝试用他的信仰来游说我 说我的信仰是不对的 是错的 你明白吗 这样是很针对性的 不要我们不可以做这种事 在这里 我们为什么要一种 互相尊重 宗教信仰要包容 互相尊重 就是不要去尝试去越过 你不可以主动的去 你可以讲你的好 你不要去越到人家的地盘 告诉人家说你错了 所以很多老实讲很多 网友直接跟我讲 他说张大哥你很不一样 你不会说 他说他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 你不相信的话你会下地狱 我们是上天堂的 我跟你讲 我也奉劝我 我的信仰的这些人 不要整天告诉人家说你下地狱 我上天堂 千万不要讲这种话 你讲这句话 只是让人家觉得 让我觉得你根本 不是一个信徒 作为信徒 我们不会跟别人讲 你不信你下地狱 我相信我上天堂 要辩论的话 在我那边辩论 没问题 不在张大哥直播世界里 好了 最后我就用这个 作为2022年 最后跟大家表明 我的信仰的立场 很清楚的 我卖花蘸花香 不会去干扰别人 就是这样 差一点跟你们说晚安 早上好 拜拜